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些 尤其是一些文字上的一个套路 那么看的文案多了 你会发现很多文案其实是使用了大量的一个文字技巧 那么这些文字技巧呢 有很多我们在小学课本上就学过了 比如说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文案都使用了禁义词 那什么叫禁义词呢 它其实是文案在运用意思相近的两个词之间的一个差异 那么很多词呢 猛一看上去意思很接近 但细细琢磨一下 还是有一些细小的区别 如果能利用好这些区别 就能写出很好的一个文案 那么空说无谬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下面这两句 别克军乐的不喧哗自有声 那么为什么叫不喧哗自有声呢 因为首先喧哗和有声 它都是在讲发出一种声音的一个感觉 但是它讲不喧哗自有声 就是说我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 去凸显我自己 而是说我自然而然的声音就会出来 所以它其实是在利用喧哗和有声之间 就是它有一些相近的意思 但是也有区别 在用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 那么第二个文案 它其实表现的更明显 第二文案叫什么 叫没人上街 不一定没人逛街 那么在消费者的一个印象里 上街和逛街 它其实一回事 你不上街 你怎么逛街呢 但这个文案就说了 没人上街 不一定没人逛街 它就诱发你自己去仔细想 那怎么不上街就逛街了 OK 那么这个文案是谁的呢 是天猫商城的文案 那是啊 你逛天猫商城的话 当然不用上街就可以逛街了 那其实是在讲主打的这个天猫商城 这么一个便利 所以你看这两个例子 它一直就是在讲 就是找一些比较意思相近的一个词 那么一眼看上去 可能是它意思是很接近的 但是它会让你去强调 它们之间的一个差异 然后像你表示就是通过这个差异性 来表示自己想传达的一个卖点 那么第二个套路呢 叫禁音词 这样的文案呢 我们一般称为顺口溜 哎你别看 一听顺口溜 这是多简单 很多人都在用是吧 但是很多 很厉害的一个文案呢 也在用顺口溜这个套路吧 比如说江小白的一个文案 叫什么呢 叫青春不朽 喝杯小酒 那这是不是顺口溜 其实也是顺口溜 说的通俗点 就是顺口溜嘛 它声音很压韵嘛 那么包括小马宋老师 以前在公众号里面 也讲过一个 他给茅台写的一个文案 叫贵人来进茅台 那么这个除了抛去这个策略上的 一个研究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压韵 其实也是用到了这个顺口溜 这么一个角色 那如果我们换成其他的 就是不压韵的时候 它这个感觉就会少很多 所以说这是在用到这个静音词啊 我叫它静音词这么一个套路 那么第三个套路呢 我们要讲的是重复 说白了就是同一个词用好几遍 我想很多同学可能对苹果的文案都有印象 那苹果曾经有个文案流传甚广 叫什么呢 叫唯一的不同 就是处处不同 那么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文案写的好 其实单纯从字面上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用了一个重复的一个套路 你会发现唯一的不同就是处处不同 它把不同两个字用了两遍 而且你会发现它不仅是 这句文案上用了这个 而且其他的很多 听上去很有感觉的文案 它也用了这个套路 比如下面这两个 一个叫长得漂亮是本钱 把钱花得漂亮是本事 它讲的是一个台湾全联超市的一个文案 它也是把 就是把漂亮给用了两遍 那么另外一个文案呢 叫经典需要时间 但经典免是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句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对称的 它无论是经典还是时间 它都用了两次 那么在文案里面用了重复这个技能的话 其实不说技能 叫套路 用了重复这个文字套路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文案会 也会有那么一些感觉 那么第四个我们要讲的 文案上的套路叫因果关系 我们讲很多词之间啊 是有因果关系的 比如说眼睛和风景 那么眼睛和风景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 因为眼睛它是可以看到风景的 它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你不睁开眼你就看不到风景嘛 那么其实活用这些因果关系词呢 也会产生戏剧化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下面这两句 有个叫不要用20世纪的眼睛 观看21世纪的风景 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理解的就是 你睁开眼睛就看见风景了嘛 但是它是这么讲的 就是说你不要用你的旧的一个眼光 去观看新的一个风景 其实这就是在活用这个眼睛和风景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 它在同一个句子里面用了一个不要用 然后然后怎么去观看 它其实用了这么一个套路去活用了这个他们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 包括后面这个文案叫有兄弟才有阵营 它是红星二锅头的一个文案 它也是找到了这个兄弟和阵营之间的因果关系词 然后把它们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排列组合 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的第五个套路呢 叫冲突 那么其实很多词之间呀 它是有感觉上的一个冲突的 一般情况下不会放在一起 你比如下面这个别墅的文案叫没有CEO只有邻居 那么CEO给人的感觉和邻居给人的感觉 它是一个很有很大的一个冲突性的 而且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语言环境中 他们也不会出现在CEO和邻居出现在一句话里面 但是现在他就是要把他们放在一起 叫没有CEO只有邻居 那么就会凸显出 你这个别墅里面其实是大家相互之间是不讲地位的 讲的只是你是只是住在我旁边的一个邻居而已 那么这样就给文案一个很有冲击力的一个感觉 因为CEO和邻居本来是不应该放在一起的 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了 包括后面那句话叫没有一定高度不适合如此低调 那么高度和低调看上去呢 它是一个也是有冲突的一个高一个低嘛 但是他是讲的就是说你这个低调也是要有一定的一个资格的 就是说你一定得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 你才能如此低调 所以把这些有冲突的有冲突的词然后放在一起 而且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逻辑把它给串起来 那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文案也是会有一定的调性在里面 尤其是会有一定的戏剧性在里面 那么我们再来讲第六个套路叫衬托 那么有时候呢为了形容某个特点 你可以找一个很有力量的参照物来作为衬托 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了一句话叫甜过初恋 那么其实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老奶奶在卖橘子 然后旁边放了一句话呢叫甜过初恋 那么我这个橘子有多甜呢 我比初恋还甜 它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凸显一个产品的卖点 我们要给它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照物 那包括另一句话叫即使王者出群 也未曾以八百匹骏马相随 它其实是要凸显我这个汽车呢 一个尊贵的一个奢侈的一个享受 那么这个尊贵和奢侈用什么来表现 它讲的是古代的一个王者 即使古代的王者他出门的时候都没有说 用八百匹骏马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们这个汽车可以给你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他们都用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手法叫衬托 那么最后一个套路呢叫比喻 那么可能说到这里那可能大家会说这个太简单了 那么当然除了我们以前小学课本上学的什么什么东西像什么什么之外 我在我在这里着重要讲的一个比喻的一个套路叫本体和预体的一个活用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一句非常有名的文案叫什么叫别说你爬过的山 只有早高峰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爱把早上的堵车的一个时间比喻成早高峰 但是我们自己也都知道早高峰它不是真正的山啊 那么其实这个文案其实是在什么呢 就是其实在用这个山和早高峰这个东西 他们一个是本体一个预体他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啊 其实在做一个讽刺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提醒消费者 别以为就是你天天的赶这个早高峰晚高峰你就是爬山了 你其实你还是需要去出游 那么类似的还有网上一句话叫我走过最远的路是你的套路 这套路是不是路呢 字面意义上是路 但实际上它不是路啊 所以这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套路呢 就是这也算是套路 最后一个文字上面的一个技巧呢 叫做比喻 就是你要一定要活用 就是它的一个本体和预体上面的一个关系 好了七个文案上的套路跟大家分享完 那么我们这节课程呢 要告一段落了 总结一下 对于文案这个事情 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 一方面要根据企业所处的不同阶段 找到劝服消费者的一个销售逻辑 那么什么是销售逻辑 也就是你能够确白无误的 就是能够打动它的一句大白话 那么找到这句话之后呢 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创意加工 尤其是在三大文案 产品文案 产品文案 动机文案和包装文案里面的包装文案里 你一定要进行一个创意上的一个加工 对它更好的一个表述出来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在最后一部分分享的是 单纯的从文字角度出发的一些文案的套路和文字上的一个技巧 那么以后呢 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再次分享其他的一个文案创作方法 比如说用了消费者的哪种心理状态 那么当然呢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营销人公社 跟我说说你对文案的一个看法 或者你平时遇到的一些难题 OK 本次课程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